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剛剛上映的香港電影《金手指》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是在80-90年代出生的話 一定會對於那時候的香港影視作品印象非常深刻 後來極大成的《無堅道》不只將港片再度推向巔峰 甚至還被好萊塢翻拍成《神鬼無堅》 一舉拿下了2007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 當時主演《無堅道》的梁朝偉與劉德華 更是從此登上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在相隔了超過20年之後 莊文強再度攜手兩位巨星,赤資超過14億台幣 打造出了這部《金手指》 《金手指》改編自80年代香港的一系列真實事件 編導莊文強相當巧妙地將劇情與當時的歷史結合 並用了廉政公署的調查與追捕作為主要劇情線 講述了男主角傳奇的一生 這部電影就像是《阿甘正傳遇上華爾街之狼》 用華麗震撼的場面演出了充滿想像力的情節 並融合了港片獨有的節奏感和氛圍 描繪了一個從平凡到非凡、從谷底爬上巔峰 去又再次跌落的人生故事 整部作品虛實交錯,充滿了起伏和張力 楊朝偉和劉德華的角色 不只在商戰和法律的領域中以性命相拼 更在道德和野心之間拉扯 電影透過他們的對決,以及一眾大排港星的演出 呈現了80-90年代香港社會的繁華與暗潮洶湧 以及那個時代的人,是如何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金手指不僅是一部關於金錢和權力的電影 也是對人性、夢想與妥協的檢視 更是對經典港片的一次精彩致敬 今天的節目我們首先會介紹劇情大綱 接著則會藉由角色解析的方式 跟你分享一下片中所影射的《香港歷史事件》 相信會讓你更加了解並且喜歡這部作品 梁朝偉所飾演的陳一言,原本是個建築工程師 在南洋打拼失敗之後來到香港 因緣際會之下成為了財團二代的合夥人 接下來的數年中,陳一言努力地往上爬 並用了秘書張家文的名字設立了公司 靠著自稱的膽識、眼光和人脈 加上神秘金主的資助 在短短數年之間打造了一個跨國的巨型企業 更在股票上市之後透過炒作,讓股價暴漲 陳一言不只是股民心目中的偶像 夏文集團更搖身一變,全為了香港當時最財大氣俗的財團 而片名的金手指基本上就是在描繪 當時的陳一言幾乎可以說是點石成金 賺錢的速度比印鈔機還快 但這樣的張揚引起了廉政公署的注意 由劉德華所飾演的高級調查主任劉啟源 受命率領團隊試圖將陳一言繩之以法 電影基本上分成兩條線 一條講述了陳一言是如何靠著100塊港幣賺了上百億的瘋狂旅程 另一條則是藉由劉啟源棄而不捨地追查 抽絲剝繭,破除陳一言層層的謊言以及詭計 但在過程中卻遭遇了她無法想像的危險 而真相與結局到底是什麼? 陳一言與劉啟源的命運又會如何纏繞在一起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透過《角色的原型人物》解析來帶你一探究竟吧! 如果你熟悉香港近代的歷史與新聞的話 應該一定曾經聽過陳松青的大名 而她就是劇中第一男主角陳一言的人物原型 堪稱是香港的詐騙鼻祖 陳松青在新加坡經商失敗之後於1972年來到香港 在房地產賺到錢之後成立了嘉寧集團 也就是電影中的嘉文集團 她最擅長的手法就是透過買地來向銀行抵押貸款 再用貸款的錢購買新的土地然後不斷地循環 1979年嘉寧集團借客上市 有了股民的加持,每一次的房地產交易都引來了更多的投資 將股價越炒越高,同時又帶動了房地產的價值 而陳松青之所以可以這麼順利地買賣地產和貸款 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她相當善於塑造形象 甚至坊間傳聞 從蘇聯人民銀行,到大馬政界 到菲律賓總統夫人伊美戴馬可氏,都是她的靠山 而片中則是用了廉政公署調查相關涉愛人員時 每個人口中都轉述了陳一言不同的背景與冒險 來呈現她的各種傳奇 此外,根據廉政公署公布的調查報告 陳松青利用行賄的手段,又使銀行高層批出巨額貸款 而其中最大的金主就是來自於馬來西亞的玉米銀行 1980年嘉寧集團在玉米銀行秘密貸款之下 買下了電影裡那一棟金光閃閃的金門大廈,轉手又賣掉 股價加上房價,讓集團市值從5億港元暴增到36億 接著嘉寧集團開始快速擴張 在全盛時期擁有超過200間的子公司 業務遍及交通、航運、旅遊、保險、房地產、金融、餐飲、飯店以及娛樂產業 事業版圖橫跨了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日本、澳洲、紐西蘭和美國 這些跨國的事業讓嘉寧集團進一步地獲得了國際上的資金 再加上內線交易與賄賂等不法手段 集團的股價與聲勢如日中天 但是隨著原本支持玉米銀行與陳松青的大馬政權更替 以及1982年香港房地產崩盤 再加上多年的夥伴拆夥 嘉寧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股價開始暴跌 甚至遭到了清盤,最終宣布倒閉 欠下了高達106億港元的債務 以往犯下的各種罪行也陸續地浮上檯面 讓陳松青等人因此被捕 不過後來的十餘年內,他被審判了8次 卻始終沒有被定罪 直到後來他知道自己還是逃不了 才會選擇在刑期最少的一次 也敢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認罪 用最短的刑期換取了最大的利益 劉德華所飾演的劉啟源 是香港廉政公署的高級調查主任 負責調查陳一言的案子長達十數年 雖然劉啟源是個虛構人物 但是他的原型的確來自數位廉政公署的長官 除了時任的首席調查主任盧賓之外 還有破解了嘉寧集團匯款密碼的朱明健 親自到法國押解犯人的盧敬榮 從頭參與到尾的徐耀成等人 嘉寧案的專案小組TF3於1985年5月23日成立 以盧賓為首率領了12名調查人員兵分二路展開工作 一組調查詐騙,一組調查貪污 但因為犯罪的規模太過龐大 光是文件就放滿了47個文件櫃 迫使小組擴編至超過40人 再加上協助躍卷的會計師 電影中呈現的上百人團隊一點都不誇張 不過即使面對廉政公署這麼大的陣仗 陳松青還是多次磨高一仗 例如在片中我們就看到 為了不讓公署的人取得保險櫃內的帳目穩健 但又苦於保險櫃日夜有人看守 瘋狂的梁朝偉直接派人在辦公室的屋頂打洞 將整個保險箱挖空 在電影裡,劉啟源被設定為一個勇敢果決的角色 但還是會擔心家人受到牽連而曾經一度動搖 更也曾經因為買手於工作而忽略了家人 甚至還曾經跟太太多次爭吵 而這並非劇組的憑空渡撰 根據廉政公署的報告,參與嘉寧集團的數十位調查人員中 有許多人都為了此案,付出了超多的時間與心力的代價 像朱敏健就曾說 有好多年他一半的時間都不在香港 只好靠著太太獨立維持家中大小事,自己也錯過了孩子的成長 此外我們也查到有一位沒有劇名的廉政公署調查主任 疑似因為工作壓力過大而自殺身亡 另外,家庭案的許多記錄,至今仍然被稱作是聯署之罪 甚至刷新了香港司法史的記錄 包括了 最長的案17年 最長的保釋期13年 最高的保釋金現金5000萬港幣 最龐大政府訴訟費用超過2億1000萬港幣 為判罪而被囚禁最久的7年 最長的引渡期7年 以及同案最多調查人員獲得的嘉許10人 另外還有不少相當驚人的數字包括了 超過66億港幣的問題貸款金額 超過400萬頁的證物文件 超過450名的證人 44名調查人員 102,292小時的調查時數 以及橫跨8個國家的調查行動 而我們也在片中透過了劉德華的詮釋 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一群默默在背後努力工作 試圖還給香港民眾一個公道的調查人員們的心酸 如同我們前面提到 這部電影的靈感來源 《嘉寧集團案》在香港司法史上赫赫有名 還曾經被多次翻賣成影視作品 因此除了兩位男主角 電影中的許多角色也都是真有其人 接下來就讓我們帶你一一認識他們吧! 陳奕妍到香港時的第一個機緣 就是幫仁大華所飾演的曾建橋 詐騙另外一位財主 後來更與他稱兄道弟 可以說是陳奕妍人生中最大的貴人 曾建橋的人物原型名叫鍾正文 一共有28個兄弟 知名的香港電競之父鍾培生的爺爺 就是其中一個兄弟 當年他與陳松青多次聯手 將嘉寧集團的股價炒到最高點 但在股市開始下滑 並發現陳松青利用自己的股份謀取私利之後 利用他手上的證據作為要挾 逼陳松青讓自己退股 也因此陳松青在落網之後曾經揚言 第一個要殺掉的就是鍾正文 而我們也在電影中看到 梁朝偉在被偵訊時 賈毅與劉德華合作 條件是讓他被審訊的朋友放出來 目的就是要去外面殺人滅口 在電影裡 由蔡卓妍所飾演的張嘉文 是陳一妍第一個聘請的員工 後來更以他的名字作為公司名稱 兩人攜手開創了嘉文集團 也一度有過曖昧 但隨著劇情發展我們發現 嘉文集團的名字其實是源自於陳一妍妻子的名字 而陳一妍也並未和張嘉文發生關係 兩人僅止於商業夥伴 後來他還靠著美貌 成功爭取到了王牌交易員仁衝 協助集團炒股 而根據資料顯示 陳一妍的原型陳松青 當年成立嘉寧集團時 旗下200多間子公司 大多數都是以公司員工的名義開的 其中也包括了他相當信任的女秘書烏開利 而烏開利的英文名字叫做Karian 正是嘉寧集團的英文名稱 而這個看來就是劇組的靈感來源喔! 在電影裡 陳一妍剛涉足股市不久就慘遭滑鐵盧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獲得王牌交易員仁衝的協助 而仁衝這個角色的原型 是在香港有金牌莊家稱號的詹培中 他從23歲開始踏足金融業 並在1980年34歲時幫嘉寧集團操盤 讓股價狂飆了16倍,從此一戰成名 他的座駕是一台金色的勞斯萊斯 讓他也獲得了金勞瞻的稱號 在電影裡,另外一位相當搶眼的配角 是由陳嘉樂所飾演的何浩雲 與其他的富家公子不同 何浩雲不只貴為銀行家族的二少爺 本人更是極具眼光 甚至連蘇富比、嘉世德都會請他幫忙鑑定古董 根據以上這些特色,我們覺得何浩雲這個角色 應該是參考了香港恆生銀行創辦人林秉妍的兒子林秀峰 原來林秀峰與陳松青不只因為嘉寧案而有了金錢上的糾葛 後來還曾經在2005年向陳松青提起了訴訟 追討五件價值超過1億元港幣的古董 原來陳松青曾經向林秀峰借了這些古董 用來裝潢嘉寧集團的總部辦公室 卻在1983年嘉寧遭到清盤並接受調查後失蹤 後來卻出現在香港蘇富比的拍賣會上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電影背後的一些秘心了呢? 金手指真的是近年來我們看過最精彩的香港電影之一 不只集結了梁朝偉和劉德華兩大影帝 以及一眾實力堅長的香港演員 在編導莊文強一手操刀之下 這部電影的每個細節都刻畫得淋漓盡致 完美地重現了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從璀璨的城市到激烈的商戰對決 再到每一個角色深刻的內心戲 每一幕都能夠觸動你的心弦 讓人不禁對那個時代的香港產生無限的遐想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剛開張的Podcast頻道上 聽我們聊更多的金手指 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